近日,杨阳迎来了30岁的生日 从小晒到大的杨阳也是越来越有成熟的魅力了 不过轻声之余,网上竟然还传出了杨阳和赵卢斯的恋情 有细心的网友发现,杨阳生日当天,赵卢斯也在某平台 赵卢斯也在某社交平台分享了一个生日蛋糕的照片 根据上面的杨和兔子,疑似亦有所指 恰好杨阳的青春蛋糕中,在自己的人偶旁边放了赵卢斯最喜欢的兔子饰样 更有福尔摩斯网友扒出,两人在某音乐平台同听一个歌单 事实上早在前几个月,就八卦媒体漫画爆料了 超人气男星和流量小花之间关系非比寻常 从给出的线索来看,疑似就是杨阳和赵卢斯 在《且是天下》的拍摄期间,杨阳和赵卢斯看起来关系非常不错 两人时常在片场打脑兮兮 杨阳用手上演摸头杀,赵卢斯托起杨阳的下巴 甚至杨阳都能够直接拿赵卢斯的手机玩起来 恋情绯闻逐渐发酵 最后赵卢斯悄悄地删了蛋糕图片 也让不少吃瓜网友更加的怀疑了 说起来这些年与杨阳传过绯闻的女星还真的不在少数 说起杨阳和李庆的恋情绯闻已经是比较早的事情了 因为时间太过久远 以至于有些两G网的吃瓜群众都不知道 不过他们的恋情故事也确实发生在网络还不那么普及的时代 据说两人都是对方的初恋 那个时候李庆是昆曲出身 那年19岁,杨阳18岁 正是青春懵懂时候 两人的相识源于李绍红导演的那版《星红龙梦》 所有演员们一起封闭式培训整整三个月 大概是日久生情 一个演成年贾宝玉 一个演少年薛宝钗 明明没有对手戏 却是最亲密的一对 《红楼剧组》一起游玩 那么多人的合影 两个人永远会挨着靠着 还有亲密搂尖失智相扣 连看个手机都要盖在对方的手上 还有搂抱这种亲密程度的 不是男女朋友都说不过去了 少年时期的爱情总是美好的 也没有太多顾虑 除了李庆 什么时候见过杨阳和别的女生 有过这种照片呢 《星红龙梦》之后 杨阳和李庆一起合作了几部作品 感情越发浓密 各种微薄互动 两人一起夜游黄浦江 一起过身带 还一起跨年 小情侣的氛围 谁都能够看得出来 不过随着两人事业的发展 逐渐开始有了距离 李庆成为了力捧的女主 而杨阳却还是默默无名 李庆和老板儿子临声的绯闻传出 杨阳的男主地位 被抢等都成为杨阳和李庆 分道扬镳的原因 时隔多年 没想到两人又因为一张背景图 传出了复合的消息 不过似乎也只是传闻罢了 爱国最终成为了好友 两人是13年拍戏时候认识的 当时被扒出各种情侣衫 情侣帽 还有一些亲密互动 因此传出恋情绯闻 宋倩回国后 恰好也签约了杨阳所在的经纪公司 两人更是抬头不见低头见 杨阳和李庆被传分手时 称自己不接受姐弟恋 之后又说自己可以接受四岁之内的 好巧不巧 宋倩刚好比杨阳大四岁 两人姐弟恋的传闻越来越真 还被媒体拍到同居的视频 16年杨阳拍摄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时 也被拍到前往探班宋倩 一时间双方粉丝吵得不可开交 杨阳发文 疑似否认恋情 而宋倩也亲自否认恋情传闻 闹得也是不花而散 和宋倩的绯闻刚过 张天爱就登场了 两人在拍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相识 之后又一起合作了 《五栋乾坤》 两人的同款被扒 甚至有可能是同一件 衣服领子的线头 以及各种细节都一模一样 当时有知情人爆料 称两个人在一起有一段时间了 还是杨阳追求的张天爱 当初张天爱因为 抢角色风波口碑大跌 疑似原定 《五栋乾坤》的女主是金晨 之后却被换成了张天爱 闹得沸沸扬扬 然而《五栋乾坤》扑得惨烈 杨阳也被贴上了油腻的标签 4.乔欣 杨阳和乔欣的恋情 源于网上传出的一张偶遇图 有网友称 自己偶遇了乔欣和杨阳一起逛超市 还拍到了背景 从身材和腿形来看 与杨阳的相似度极高 服装和鞋子也对上了 还有网友的爆料 似乎都印证了这一恋情之说 随后疑似乔欣的小号被扒出 大量关于杨阳的内容 降级了一个小粉丝 还有一些关于恋爱的记录 宛如患得患失的小女生 事实上杨阳和乔欣 曾经是大学同学 多年后传出绯闻 也真是缘分啊 不过双方都否认了恋情一说 然而各种细节线索一一被扒 很多人对杨阳和乔欣的恋情 深信不疑 如今赵鲁斯算得上是 杨阳的第五任绯闻女友了 仔细想想 杨阳这些年的绯闻可算是没断过 不过杨阳也从来没有承认过 所以到底谈没谈过 大家也就见仁见智了吧